大家好,我是Stan 男团来一子的官方账号 在一位模仿BlackPink裸街的TikTok频道留言 而在韩国各大论坛引起了争议 最近有韩国网友发布了标题为 来一子真的在嘲笑裸街的影片底下留言了吗?的贴文 这位网友表示 有一名外国TikTok用户 假装是裸街的粉丝以模仿他的方式来嘲笑他 而来一子去留言 哦,谢谢前辈 因此现在KPOP粉丝们的反应很不好 听说那名TikTok用户对每个影片底下 严重针对罗街的酸言都假装不知道 故意做出更多引人注目的行为 所以被认为是假粉丝 整理一下就是 这位TikTok用户模仿罗街唱了来一子的歌 而来一子的官方账号在这个影片底下留言 哦,谢谢前辈 在正义爆发后 该留言已经被删除了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那个男人多年来一直以模仿鲁街的方式来制作影片 而鲁街的黑粉就用这些影片来嘲笑鲁街 因为那个男人的影片被用来诽谤和嘲笑鲁街的歌唱实力 粉丝们别无选择只能去举报他 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男团的账号却留下了谢谢前辈的评论 这就像是在火上加油 说着只是模仿只是玩笑是不行的 因为那些黑粉经常利用那人的影片来贬低鲁街 这个人是鲁街的黑粉为了嘲笑他而经营这个账户 却花钱买他的周边 不能因为你们几个人不喜欢就把他的账号当成是嘲笑账号 这也太奇怪了 不管是不是黑粉都不重要 对于一个连是谁都不知道的模仿者 不会特意称呼他为前辈 即使不是粉丝 看到这样的行为也会感到很傻眼 只是一个模仿的很好的人 大家为什么这么大惊小怪呢 看了影片觉得他做的不错 所以才留下了评论吧 如果只是回应模仿翻唱来自他们自己的歌曲的影片 那没有问题 但是官方账号在用夸张模仿其他前辈歌手的唱法 翻唱他们自己的歌曲底下留言 应该更需要谨慎的 鲁街的粉丝们都说不喜欢 为什么是你们要把这件事轻描淡写 说他们大惊小怪 如果换成是你们受害 肯定会更加囊囊 别再说是女团粉丝们在无理群了 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 那种行为都是不礼貌的 确实是犯了错 但我认为这不至于是非常严重的要收到严厉批评的事情 既然已经删除了 希望他们以后会更加小心 所以对于来几的官方账号 在模仿鲁街的影片底下留言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下个消息是 前几天有报道过 IU即将公开的新曲 勒布云捷 被指责将支持性手术群体的口号 作为新歌歌名 可能会削弱其象征意义的消息 而面对这些批评 IU最终决定更改歌名了 12月19号 IU的所属公司发表声明 从今日起 IU原定于24日下午6时发布的歌曲《Love Wings》 将改名为《Love Wings All》 此决定基于对于歌名 可能造成重要训续混交的反馈 我们希望借此更充分的尊重和支持 以各种方式表达爱与生活的每一个人 从今天起 我们将以更改后的歌名 进行所有宣传和推广活动 有些事情是一心连者无法理解 只有性手术群体能够理解的事情 就算大多数人不理解 IU也接受了手术者的意见 真的觉得他很了不起 让那些趁机刷存在感的黑粉们 变得很可笑可可 太好了 我和AGBT群体没有任何关系 但我也能理解那些感到不舒服的人的立场 仔细想想 黑粉们好像比粉丝们更爱IU 歌还没有出来就闹这么当 帮助宣传了新歌 还让人知道 《Love Wings》只是AGBT的口号 真的是大气的人 本来没有必要改 但与其被那些疯子们骚扰 还不如就顺从地改了 其实不管有做了什么 他都会被骂的 因为那些黑粉们只是想找个借口骂而已 总之最后想说的是 IU不是因为害怕被批评才换了歌名 而是在听到大家对歌名的担忧后 选择了一种更加体贴的方式来处理这件事 IU 希望IU的新歌能大发 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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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U